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派驻在索马利亚的美军与友军在当地时间8日遭到攻击,包括一名突击队员死亡,四人受伤,索马利亚伊斯兰基金组织青年军,El Shabad,发布声明,承认攻击是由他们所发动。 青年军军事行动发言人向路透表示,他们对位于朱巴兰的军事基地发动攻击,击杀一名美军,二名肯亚军,九名索马利亚军,另造成四名美军受伤。 报道指出,当时美军与800名来自索马利亚国家防卫军,肯亚防卫军的友军遭迫击炮和小型武器攻击。 美军方表示,派驻在索马利亚的部队任务为清除争议区域的青年军势力,排除控制村庄的武装分子,并建立一个长期的前哨基地,以扩大在索马利亚的涵盖区域,目前约有500名美军派驻在当地。 索马利亚青年军的目标为以武力推翻现行政府,以伊斯兰教义建立一个正交合一国家。